各位观众午安 我是周宇如 今天新闻来关心最新的天气动态 今天人就全台都是好天气 晴道多云 中午时间外头好热 在南部地区很多地方已经来到33 34度 而下午两点之前 这温度不排除会持续飙高 只是要提醒大家 气象局目前针对的南高平三个县市 发布了高温资讯 都是黄灯警示 不排除温度会来到36度 请这三个县市的观众朋友出门 一定要注意防晒以及补充水分了 而今天全台军温也要提醒大家 其实这高温都在33度左右 而且体感温度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可能会随着风速比较弱 比较闷热 所以导致这体感温度其实比较高 像是新北市的体感 有机会来到38度 台中的体感也是偏高 一样是38度 另外屏东体感也是38度 台东体感还是38度 只要提醒大家 这个体感温度其实都随着 温度其实会更高一些 可能高两三度或是三到四度 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而接下来就是提醒大家 降雨的状况了 主要今天吹的是西南风 所以就导致其实在阴风面的 南部地区其实今天从清晨到上午 其实的雨还是持续的下 而在中午时间 其实气象局也对高雄 以及屏东发布了大雨特曝 但这雨可能要快停了 上午时间就是要留意中午 热对流发展比较旺盛 有些地方主要是在阴风面的东半部 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 午后雷震雨 请大家出门要记得带上雨具了 因为可以防雨也可以防晒 中午时间接下来就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外头紫外线真的是非常的毒辣 会看到其实很多地方紫外线 一路从东半部还有北部 以及西半部 以及南台湾地方 很多地方紫外线都是来到固量级 甚至是危险级 下午两点之前 其实紫外线都是偏强 而且温度偏高 请记得要补充水分以及防晒 否则在泰湾底下 大概20分钟就可能中暑了 而接下来空气品质主要就是要提醒 主要是在北部的观众朋友 因为今天北部属于比较是被封面 所以导致扩散不易 所以有些地方就来到了橘色景市 就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请敏感族群出门要记得戴上口罩了 最后来关心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台湾部分 基隆27到29度 台北新北29到33度 桃园28到32度 新竹28到31度 苗栗29到31度 而中台湾部分 台中30到33度 彰化30到32度 南投30到32度 云林嘉义29到32度 而继续往南走 台南29到31度 高雄30到32度 屏东高温有机会来到33度 而东台湾部分 宜兰28到32度 花莲28到30度 台东30到33度 降机率都是偏高于70% 而外岛地区 连江22到25度 金门25到29度 澎湖27到30度 而最后天气小叮咪要再次提醒大家 一直到礼拜天之前 全台其实都是情道多云的好天气 尤其在今天 现在高雄以及台南 以及屏东地区 都发出了黄灯的高温提醒 有可能飙到36度要特别注意 而午后热对流发展比较旺盛 就要留意降雨的部分 出门还是可以带把雨去备案了 以上这一节的五间气象